那时候我大学一毕业 我算是那种幸运儿 人生胜利组大学毕业 我就进入那时候的第四台民事 那很快就坐上主播台 然后也没多久 所以香港凤凰来台湾挖角 所以我们那么多的主播记者当中 我们就有六个我们就去了 那时候我才28岁 我那时候28岁的时候 这大家都羡慕我们 好像非常凤凰 那时候我28岁的时候 年薪就是400万台币 然后他有超级 哇 轻轻力组 不要弄我 不要弄我 但是你知道那时候对我来说 数字对我来说 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怎么会是到香港去当主播 而不是嫁掉 那你知道跟我求婚的时候 他并不是拿个专介给我 他其实就是车子的钥匙 那个圈圈 然后就套在我的戒指上 然后说了一段很感言的话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家境 有那么那么的好 因为你知道他给我一串钥匙而已 对 他并不是戒指 但我只是觉得 哇 终于有一个人 会这么好好照顾我 然后我可以结婚了 我可以生小孩了 然后我可以就是做一个贤妻良母 我可以相夫教旨 梦想成就 对 我就觉得 所以我们其实大概四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不到 我们就到Las Vegas去结婚 吓坏我所有的朋友们 浪漫 No 不 这叫盲目的浪漫 现在想起来其实不对